波刺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Wavetech 朗科技 我是Eric 最近几天的高温真的是整得我没有脾气的 家里面的WiFi冰咖啡空调一个都不可以少 如果想要了解如何优化家里WiFi配置的 也可以点击这期的视频 今天我们主要来聊聊如何制作一杯冰咖啡 well 说不定拍一个咖啡的比喽 可能我就是下一个Daniel Schoeper 我真的是被科技耽误的咖啡博主 不过话说回来 这么热的天 为什么空调就不知道自己开呢 为了让空调懂事 这里需要一个传感器来告诉空调房间的实时温度 这里就需要一个温湿度传感器了 正巧清瓶这时候就联系到我们 想让我们看看清瓶全系列的传感器产品 非常感谢清瓶提供本期视频拍摄的全部产品 首先我们下手的就是这款清瓶蓝牙温湿度计 H版 正如名字所说的H版 代表了这款温度计同时支持HomeKit 以及清瓶加 如果需要米加联动的 这里可以选择M版 产品使用的是蓝牙5连结 所以不需要任何的网关 可以直接连接手机 家里有一台HomePod 或者其他的家庭中枢以后 也可以支持远程查看 当然家庭中枢也是等会要说的自动化的关键 温度计采用电墨屏 功耗是今天要说的三款产品里最低的 配合CR2430扭扣电池 这里宣称可以提供6到8个月的使用时间 这里从我认识的朋友里反馈 6个月的续航问题是不大的 接下来说到续航 这里简单说说扭扣电池的命名规则 CR2430 CR这里代表的是离电池 2430分别代表扭扣电池的直径为24.5毫米 厚度是3.0毫米 常见的容量是270毫安时 比起电脑主板里常见的CR2032的210毫安时 要大了60毫安时 更大的电池代表更长的续航 当然缺点就是在替换电池的时候 可能大容量电池要比小容量的来得贵一些 OK你现在有了轻频蓝牙温度计了 那么要怎么配置自动化空调呢 这里就要利用到家庭中枢的自动化功能了 在家庭APP里我们来创建一个新的自动化 这里选择传感器自动化 选择我们轻频温湿度计 当温度高于26度且家里有人的时候 将空调开到24度制冷 利用HomeKit的个人地理围栏 可以防止空调在没有人在家的时候自动打开 浪费不必要的电费 好了 这样一台AI空调就设置好了 只要有人在家 温度高于26度就会自动开始降温 当然你可以根据你个人喜好稍微修改一下设置的温度 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间 例如白天喜欢温度低一些 网上希望把温度修改高一些 都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进行调整 那么除了温度 如果还想关注更多的家里的空气指标 例如家里的PM2.5值是不是超标了 就可以选择这款清屏空气检测仪Lite 这款也是我自己花钱购买并且使用一年多的一款产品 外观长得像一台小电视 屏幕采用单色OLED屏幕 所以在不亮的地方就可以和边框融入一体 不会显得那么突兀 背后是绿色格栅 机身后的静音分散是从这里吸入空气到内部的各个传感器进行检测的 格栅上还有一个开机和屏幕点亮按钮和USB-C接口用于充电 机身顶部是一颗触控条 用于在不同检测读数之间切换 小电视机采用了WiFi和蓝牙5的链接 同时支持清平夹、Honkey以及米夹平台 很可惜Honkey和米夹平台这里只能二选一 无法同时链接 小电视支持检测空气的温度湿度 以及PM2.5和PM10含量 同时支持检测房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检测 如果室内的PM2.5和PM10含量过高 就可以同时开启房间内的新分系统 或者是简单的提醒主人开窗透气 机身内置2000mAh的可充电离电池 虽然不能和清平蓝牙温室度计的续航相比 但是可以非常方便的挪动到房间的各个角落 或者临时查看一下其他房间的毒素 OK 如果连这个都打动不了你 那么是时候拿出旗舰产品了 这就是我们清平空气检测仪 你看这外观设计是不是像极了车上的CDG 上面一个彩色的大屏 下面有一个吸路式的关区 其实上面这一块是3.1英寸的视网膜级别IPS显示器 每平方英寸像包含328个像素 电容式的触控也非常的灵敏 下面吸路式的关区其实是通风孔 金属机身设计拥有黑白两款配色 除了上面说的这么多功能以外 清平空气检测仪还支持检测TVOC含量 TVOC也叫空气中的有机非花物的含量 有机非花物含量高了 可能会刺激你的呼吸道 造成打崩涕啊 严重的有可能会损害身体健康 当然这时候就建议打开新闻系统 或者打开窗户 这款清平空气检测仪 支持米家以及清平Plus互联 很可惜这里并不支持HomeKit 但是我和清平的产品经理了解到 这款是基于Lunix开发的产品 不排除后期可以通过软件升级 来支持新的Meta协议 通过Meta来介入Apple的HomeKit平台 不过这里要引用MBKBHD的一句话来说 要基于产品的现有功能选择产品 而不是他们所保证和承诺的 OK今天我们一口气介绍了三款产品 时间拉得有点长 这里我们来总结一下 像我们清平蓝牙温四度级H版 拥有小巧的外观和友好的价格 还有配备OLED屏幕的清平Light 当然也是我个人最爱 以及旗舰清平空气检测仪 简称CDG 如果喜欢本期的视频 记得点赞以及关注Wavtech频道 如果不喜欢 也可以发给你最讨厌的朋友 说不定他会谢谢你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里告诉我 三款产品里哪款才是你的最爱 OK 酷乐操玩一浪到底 我们下期视频见 Bye Bye